烙饼是深受老百姓喜爱的汉族传统面食之一 主要原料是面粉 面粉常用的加工方法有很多 制作方法不同 口感和营养损失程度也不同 那么烙饼和面用热水还是冷水呢 一 冷水和面 水太凉 破出来的面会发硬 二 热水和面 水太热面就会被烫熟了 所以最好要用温水 这样和出来的面软有弹性 和面之后静置30分钟 目的就是让面粉充分均匀地吸收水分 如果和好面之后马上烙 烙出来的饼会有疙瘩 烙饼怎样才能不容易粘锅呢 一 灶火不要开得太大 二 锅底要放植物油 三 饼在锅底要经常翻动不能走神 四 和面时要适当放点猪油加点鸡蛋 五 用开水和面 大饼就会松软 你们也快去试一试吧